消灭日本究竟有多难 历史上想要灭掉日本的皇帝不少 可大多数都没有付出行动 理由便是我们打不应 古代日本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为啥不能打 难道是我们的老祖宗 害怂了 你别不信邪 蒙古铁骑厉害吧 所向皮尼从亚洲杀到欧洲 最后却偏偏输给了小日子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 曾多次派遣使者到日本传达圣意 希望日本向元朝称臣 可每次都遭到日本皇室的拒绝 强势惯了的蒙古人 哪受得了这刺激 1274年 忽必烈派出大军 征讨日本 没想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援军去了海上 还保持着当年闪电战的习惯 打到哪吃到哪 在军队补给上没做太多准备 可这大海不是草原 去哪烧杀抢掠 却日本的这些小岛 山高临身 根本发挥不出骑兵的冲锋优势 打到后面援军疲态尽险 补给也快没了 偏偏这时候还刮起一股邪风 彻底打乱了援军进攻的步伐 日本转败为胜 逼得援军登船撤退 狼狈而回 说成这样 忽必烈还是不死心 1281年 第二次元日战争爆发 这次援朝可是做足了准备 除了携带必备的兵器之外 还带了各类农业生产工具 大军兵分两路 浩浩荡荡往日本进发 这时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就在援军准备对九州本岛 发动进攻的时候 海上又刮起了腰风 而且比上次更猛 持续了整整四天四夜 常年在草原上放牧的蒙古人 哪说得了这这趟 兔打兔晕得晕 还没开战呢 就损失了大量战舰 逆子的援军更是无助 元朝这次远征日本 再次以失败告终 忽必烈本来还想重振旗鼓 来个第三次 可元朝物资实在短缺 他到死都没能实现这个梦想 所以援军到底为何会输 在日本人眼里 这是有天神在助力他们 所以才会每次都出现大风 但从实际情况来说 其实就是援军对海洋不熟悉 太过轻敌 这是古代中国为何总拿 小日本没法子的原因 古国古人常年抵御北方匈奴 水师这块没去发展 也从没把日本人放在过眼里 简而言之 不惜的打 不信 你看看后来的大明 水师威震天下 打得日本人抱头鼠窜 待在小岛上 龟缩了整整三百余年 连话都不敢大声说 由此可见 不是我们不行 而是我们想不想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